你不愿意与其他星球大战影视作品完全不同的角度 它是一部精彩的惊悚片 记录了一场芳心慰爱的反抗运动 剧集带着观众穿过帝国强权的回廊和无辜受害者的家乡 慢热却质地有深 其中穿插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作场面 使这部沉浸却有力的剧集更加引人入胜 安多的故事发生在星球大战狭盗一号事件的五年前 描述了卡西安安多成为反抗军并找到自己理想的冒险旅程 沿着这条故事线 剧集不断用其讨论主题的成熟和情感探索的深度 带给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这里没有绝地武士和光界 它几乎不像是一部星战主题剧集 但事实上这点就是我最喜欢这部电视剧 胜过最近所有其他星战系列影视作品的重要原因 剧中抛出了种族隔离和阶级斗争等尖锐问题 并且也不只是简单地对这些问题闪烁其词 而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当然剧中并没有提出什么 现实世界中研究这些问题的突破性角度 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但它确实比之前的任何一部星球大战作品 都更深入地探究了这些问题 为此它值得被赞扬 制作人托尼·吉尔罗伊是现代间谍惊悚片的大师 他的作品《叠影重重》系列以及《全面反击》 都是同类电影中的节奏 有些观众可能会感觉这部剧集的节奏偏慢 但正是这种安排才使得暴力事件的发生 更加令人扣人心弦 剧集中有着完整的叙事 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对话 事件像是角色在自然互动下发生的结果 而不是被机械式的推动 故意把观众引导到没什么代入感的低风险战斗场景中 在《星球大战》的历史上 剧本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标准 即使摘掉粉丝滤镜 也可以说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精彩 安多并不仅是一部出彩的《星球大战》的衍生剧 更是一部出色的剧集 这都要归功于其横跨12级的崇高目标和出色的执行力 剧集中通过精雕细琢的大量对话场景 达到一连串的高潮 而那些更加安静的部分 之所以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要归功于贯穿史中的深思熟虑的剧本写作 以及演员们细致入微 并且有力地演出 奇怪的是 作为主角的迭哥·卢娜 几乎是安多中的无名英雄 他是支撑这部剧集的年和季 在任何时候都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 但是重大时刻 往往都是由其他人来占据舞台中心 斯特兰·斯卡斯加德 是这些明星配角中的佼佼者 他所饰演的卢森十分神秘 当你以为你足够理解他的时候 他总能用行动告诉你你想多了 在安多中 没有一个演员是多余的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最佳演技 无论是表现出了比克斯这名角色的温暖和忠诚的亚德里亚·霍娜 还是在剧集的一些关键情节中出演的费奥娜·萧 以及一些只是来剧中客串 却让相关场景印象深刻的演员们 比如埃里克斯·劳瑟饰演的慷慨激昂的内米克 以及安迪·瑟金斯饰演的基诺·洛伊 任何故事的上限都取决于其反派角色的塑造水平 而安多中有两个截然不同却都很有效的反派角色 戴德拉·米罗和希丽尔·卡恩 前者由丹尼斯·高夫扮演 他用高超的演技反映出了帝国中最割裂的情感 他不会给任何胆感质疑他的人好脸色 随时准备向他们恶言相向 他几乎没有什么可称赞的良好品质 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反派 希丽尔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存在 他是一个龌龊之徒 会不顾一切地寻找认同 安多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部相关作品都更加深入帝国的城墙 经常可以让观众看到他们可以有多么邪恶 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我们得以瞥见帝国那白色剧目后面的不堪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真实世界的映射 因此让我们对剧中的暴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并产生更大的情感呼应 安多不仅创造了引人入胜的新角色 而且还成功地发展了现有的角色 比如蒙莫斯玛 这主要归功于基尼韦夫奥雷利为这个角色带来的人性 他在帝国首都科罗森星球的戏份 为故事增添了一种权力的游戏是尖锐政治阴谋 在他作为反抗军的同情者而不被发现的过程中 还试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安多都将自己打造成一部政治惊悚片 从帝国大厅的议论到街头巷尾的交易中 都能看出这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少动作桥段 当他选择换档提速时 刺激的剧情从未让人失望 剧中的亮点包括激动人心的巷战 抢劫和越狱 每场动作都经过了精心编排 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厉害关系在发挥作用 剧中的场景可圈可点 并且还有一些星战史上拍摄的最华丽的镜头 以及一些手持拍摄的代入感十足的镜头 所以剧中的风格范围非常之广 并且每一种风格都是为了适配 对应片段的惊悚风格而特意选择的 这一切再配合上尼古拉斯·布里特尔 震撼人心的配乐 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他为剧中表现人物偏执的片段 准备了初次的弦乐 而为爆炸性的场景准备了震撼的打击乐 他的配乐为这部已经有着丰富层次的影视剧集 锦上添花 安多是星球大战系列中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之一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政治间谍金总片 不畏惧影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挑战了充满压迫的官僚机构 这部剧就像是《叠影重重》中的杰森·伯恩 和《全面反击》中的迈克尔·克莱顿 双双穿上暴风冰的盔甲并排站在一起 托尼·杰尔·罗伊的剧本编排被出色地拍摄了出来 这都要归功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顶级人才 尽管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一个遥远的银河系里 但是每一句深思熟虑的对话 都能让人切实的幸福 开篇缓慢的节奏可能会让一些人弃坑 但是一旦它进入状态 剧情发展就会一直往前 让人目不转睛 这些目的放鬆